三中警方日嫌破破有印招業者 在這個住商混合大樓 乘出套房 找外籍女子從事性交易 看見大批員警出現 印招女子對著門外頻頻大喊救命 聽見門口有人敲門 便依警察小心翼翼打開房門 沒想到下一秒兩名男子手持辣椒水 就往員警臉上狂噴 幹什麼 幹什麼 趴下 趴下 面對突如其來的攻擊 員警大聲呵斥表明身份 同步要求對方放下武器爬在地上 只是嫌犯似乎不肯乖乖就範 雙方當場爆發衝突 趴下 趴下 經過一番扭打 兩名男子不敵優勢儆力被壓制在地上 警方依法收身 發現他們身上藏有辣椒水和利器 立刻將人帶回砧板 你會遇些女生在 我感覺那裡還滿多的那種 八家九小房車 你走那邊比較危險 夾好身材配上火辣薄沙 迎召業者在網路論壇張貼廣告 主打一樓一縫 吸引巡方客 這些外籍女子持旅遊 千從事性交易 地點就藏在新北市三重區 其實成為現場可以看到 自動商辦混合大樓 裡頭設有旅館和分數套房 進出人口非常複雜 本分局在此呼籲 請民眾出租房屋時 應謹慎挑選對象 就怕轄區內的租商大樓裡頭藏屋納購 警方加強巡邏 不讓應召集團擾亂社區安寧 機長軍何仁凱新聞報導 警方加強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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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加強巡邏